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仇敌得了胜 喜安举手 无人安慰 耶和华论雅各已经出令 使思维的人做他仇敌 耶和华在他们中间像不竭之物 这是神的话 阿们 耶利米埃哥原来并没有明确的作者 不过一般相信他是耶利米书的作者先知耶利米所作的 我们都知道耶利米是在犹大国的末年做先知的 那么在祖前586到575年之间 当耶路撒冷被巴比伦国毁灭 所罗门圣殿倾覆 犹大国彻底瓦解的期间 先知耶利米目睹家国灭亡 人民被掳的惨状 而以诗歌题写下对发生在犹大耶路撒冷的事情的晚叹 那这本书的篇幅不长 一共五章 但是每一章都是一篇的诗 而第一章所描述的 正是诗人对耶路撒冷的情妇的哀叹 耶路撒冷从原来的繁荣 如列国当中的明珠 到现今路上冷清 无人来守节 城门变得门可罗雀 连祭司也叹邪连连 所剩下的居民生活艰难愁苦 时日耶路撒冷的威严与荣耀不复存在 仇敌肆意地掠夺 大大吃笑 连从前尊敬耶路撒冷的朋友 邻邦也都健壮 净若寒蝉 国足不前 有有胜者 他们视耶路撒冷如不洁之物 不但是袖手旁观 根本就是避之唯恐不及 怎么会反差如此之大 耶路撒冷怎么会这么惨 落得这样的下场 甚至连以色列以为 绝不会倾倒的圣殿都保不住了 世人说 虽然这是仇敌所做的 明显点是巴比伦人下的手 但事实上 这是耶和华发怒的日子 是以色列的神所允许的 根本就是以色列的神 在管教刑罚他自己的百姓 他自己的子民 那么神为什么要刑罚 降灾于自己的百姓 难道以色列不是神眼中的同仁 是神所爱的 当初是神特别拣选 从埃及为奴之地 带出来归向他自己 又赐迦南地 做他们的产业的吗 那怎么神会与自己的作为相抵触 新奇以色列又毁灭以色列呢 其实不是的 这不是在毁灭以色列 是在管教以色列 以色列是被神管教 那么原因呢 实在是因为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神 去随从巴黎诸神 就像他们周围的列国一样 大大惹动神的愤怒 神虽然多方多次使用他的先知来传讲信息 呼吁以色列要回转 但以色列终究不回转 神甚至用先知警告他们 再不悔改 神的刑罚就要临到 但是以色列依旧是充耳不闻 不为所动 终究神使以色列的力量衰败 将他们交在以色列所不能抵挡的敌人手中 那么以色列完蛋了吗 当然不是 管教不是毁灭 管教是为了恢复 第十三节诗人很明白地说 他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 克制了我 他扑下往我 扮我的脚 使我转回 不是使我灭亡 是使我转回 神甚至不惜让那称为他名校的圣殿寝妇 被列国吃笑 也要使以色列回转 其实说穿到底还是因为神爱以色列 神从前管教以色列人 我们知道他们在被掳之后确实有部分回转向神 神甚至让其中的少数在犹大国被灭七十年之后 重新归回迦南地还重建了圣殿 看管教是为了恢复 那么今天神还会不会管教他的子民 他的百姓呢 当然会的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第六到七节说 因为神所爱的 他必管教 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 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 但你们如同带儿子 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 是的 我们都是神所收纳的儿子 都是神所爱的 神当然还是会管教我们 甚至可能鞭打我们 目的呢 与从前神管教以色列一样 不是要毁灭我们 放弃我们 而是为了让我们回转向神 不去随从世界的神 指的呢 不一定是有形的偶像 更可以是那些无形的偶像 像是财富啦 工作 物质等等 任何事物能够取代神 在我们生命中的位置的 都是偶像 你是否感受到 神正在提醒你 对付你 管教你 不要躲避 更不要执迷不悟 快快悔改 归向 回转向神 那么第十六节诗人呢 说 因为这些事情 使他流泪不止 眼泪汪汪 但是 那应当安慰我 救我性命的 却离我甚远 十几节诗人再一次说 习安举手 这习安就是耶路撒冷 但是 无人安慰 因为神已经定义 使四周围的人都远离 还把耶路撒冷 视为会给人带来 美运的不洁之物 所以 无人安慰耶路撒冷 当然了 这里我们很清楚 神为什么 当耶路撒冷受管教时 得不到安慰 是神没有安慰 也是神可以不使用 其他人安慰以色列 诗人说 那当安慰我 救我性命的 离我甚远 这使我们明白 一方面 神是可以安慰人 神会安慰人 甚至 神是应当安慰人的 但是神有时候会刻意不安慰人 因为我们如果不悔改 专注重罪孽 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 满有怜悯 慈爱的神 会刻意不向我们施慈爱 发怜悯 不安慰我们 目的还是一样 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悔改 回转向他 你看 路加福音第15章 那个浪子的比喻里面 当浪子悔改了 回家的时候 他的父亲可是远远就看到他 还冲上去 还没等儿子开口要悔改 那么求父亲原谅 那父亲就已经抱住他 连连亲他 你看 只要愿意悔改 神可是会超出意料之外奢华的安慰人 那另外一方面呢 神既然是满有怜悯慈爱的神 又是那当安慰我们的神 这不也在告诉我们 当我们遭遇了困难险阻 当我们伤心失望的时候 神不正是我们最该寻求的 不是去寻求食物 或者是酒精 也不是去寻求药物 可以让我们可以安慰我们 而是那当安慰我的神 是我们最需要寻求的 在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 耶稣不正是这样说吗 凡老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让我们都来寻求那 当安慰我们的 得安慰 我相信祂的安慰 绝对胜过一切的安慰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爱我们的主 我们在天上的父 祢是爱我们 对我们满有怜悯慈爱的神 但主啊 祢也是因为爱我们 会管教我们 甚至鞭打我们的神 帮助我们 当祢的管教临到时 我们便快快 悔改转向祢 紧紧跟随不偏离 求主给我们加倍的信心 在服事碰到困难与挑战的时候 能忠心坚持服事 奔跑不放弃 也求主在我们服事时 让我们看到服事的果效 好激励我们更乐意 更忠心服事祢 主啊 我们需要祢的安慰 求神在我们软弱伤心 失望的时候 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摸着我们心灵的深处 让我们因为祢的安慰 得以再次得力 勇敢站立 主啊 求主纪念我们当中 身体欠安的肢体 恳求主医治他们 恢复他们身体的健康 求主引导我们今天的脚步 兼顾我们手里所住的功 这样祷告不配 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 愿神祝福你 有一个蒙福得胜的一天 再会